尾巴的部分有些新的动态 温亚张将军 一个就是哈马斯的卡桑旅 那在这里哈马斯永远杀不死杀不尽 有很多赶死队的战士 据说就从拉法方向通过地道 越过了隔离墙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就袭击了以色列军队的前线总部基地 那在这里呢 他们拿着尖扛式的火箭弹 然后有一些被击毙 他们也击毙了一名以色列的军人 那另外一头 印度媒体大幅报道 6月5号以色列空袭加萨难民营的时候 这个媒体眼睛很尖 很多照片 照片都会放大放大再放大 就看到有个导弹的碎片上 写印度制造 写印度制造 这个战争最同盟吗 印度媒体大幅报道 这什么概念 还有一个就是打加萨中部的难民 这两天在国际间炸翻了 救出了四名人质 但是我们看到 在当地210人死伤 而且画面当中 说实话都经过处理 几乎都是儿童 好多好多儿童血流满面 被大人抱在手里 太多这种画面了 那所以这个不人道 这个比例问题 四名人质救出来 但是210人死 但其中四名人质 就包括去年10月份 一名被扣押的 中国大陆跟以色列的一个混血女子 当初记不记得要求北京救 要求习近平救等等 那美国的华友有做一个报道 这个很多美国的媒体也看不下去 在质问美国的官员 这个因为主要是比例不对 那这个美国公务院的发言人 马修他有一段这个影片 一直被剪在这个TikTok上面 不断的再重复播放 他是讲了很长 当然他就帮以色列找理由 因为怎样怎样 因为里面有哈马斯等等 但他的结论就是 以色列有权袭击平民 真的有这句话 所以这句话不断的被剪出来 反复的一个播放 张军谈一下 这个中东的一个战况 对这个哈马斯的卡桑旅 他的这个战力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加萨走廊 总共他的面积只有360平方公里 作战众生是非常的有限 而且他没有这个 因为他的地匣人愁 所以根本没有 这个除了作战众生之外 根本没有办法设立防线 你像在以前在越战的时候 有胡志明 有胡志明小进 他是通的 他可以跑来跑去的 补及线交通线 还有他的这个作战物资 可以运来运去 但是在南加萨 在加萨包含北加萨 他就有地道 那地道的话 食物跟饮水就有限了 你要地道那地道的人就会有限 因为要不然你人太多 你食物饮水马上就用尽了 所以人不能躲在地道里面 那地道里面的战力的保存 是非常的少 而且地道是封闭式的 他没有办法跟外面通 而且加萨走廊 他的西边是地中海 没办法跑 南边是新奈半岛 新奈半岛是埃及的 没办法跑 是封闭式 所以卡桑里也好 哈马斯组织也好 他慢慢的战力都是 慢慢的消失 所以他只能做一个突击式 做一个洗脑式 那对以色列产生一些 局部的威胁 就这样子而已 那慢慢然后以色列 纳卡亚卫看了这一个地方 慢慢就缩小了整个包围圈 一个两个 虽然都各位数 他们的出现就象征一种 真的是血海深仇 对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因为他这些赶死 他横竖都是一死 到最后都是要一死 就拼了 想办法 你怎么看 什么时候出来 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去突击 突击什么目标 你看他还越过那个舰 然后越过这个墙 地道从这个地方 到以色列之内 因为他有缓冲区 他有高墙 然后有一个缓冲区 然后再来是铁丝雾 知道必死无疑 反正横竖都是一手跟你拼了 扛了这个枪榴弹也好 或者是火箭弹也好 就是找个目标 找了就跟他拼了 一些海深仇 当然也看体验在这个 说是说要救四名人质 所以最后导致了 当地210人死 那很多都是儿童跟妇女 那当然也有一种说法 是什么救人 只是根本都是事后编出来的 根本就是要 只是要屠杀要轰炸 但是在过程当中 不小心发现了四名人质 所以自己后来 你觉得会是哪一种 我认为他这个是杀戮很重 不择手段 就是要对哈马斯组织 赶尽杀绝 那当然有这些 手无寸铁的妇女也好 儿童小孩也好 也做了陪葬品 那现在的话 这个中东22国家 穆斯林全球 穆斯林17亿会怎么看 你杀了这些哈马斯组织之外 你杀了那么多的 巴勒斯坦的平民 他会怎么来看 会不是光给以色列 包含美国也会要 面对那么多 那么大 这个 这个层出不穷 一直来的这些 国际上的压力 包含法国或什么 其他国家都会 这四名人质里面 有一名就是这个 中国大陆 以色列混血的女孩 当救出来之后 救出来本身是个 当然是个好消息 但这个西方就借此炒作 又把这个账 算到中国身上 当初跟你求救 你袖手旁观你冷血你不管 现在以色列自己救出来了 对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又利用这些文宣 做了这些的媒体宣传 我认为他有点想要去打脸中国大陆 那其实的话我认为 这个东西要看一码归一码 因为这是以色列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些冲突 中国大陆根本插不上手 中国大陆只能讲 他一直在讲说 大家早点点这个战争早点平息 不要大肆图杀 杀那么多的平民百姓 是这个样子 原来中国大陆他不会去点火 他不会去山峰点火 但是希望这整个的以色列 跟巴勒斯坦早点落幕 你看他这一次为了 大家都一直报道 他拯救了四个 被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 所俘虏的这四个以色列的人子 他都没有讲杀那么多人 他们现在这个也是宣传战 也是一种心理战 把重点去聚焦在 救了这四个人子 然后大家拥抱了 这个经过八个多月 从这个2023年的10月7号 这个一直到现在为止解救了 从这个看到的这些亲人 恍如隔世 但是有没有去讲说 那死掉了这两百多位的 这个巴勒斯坦的 这些平民妇女儿童 有没有这样 有没有做平衡报道 允许报复 但是总要有个比例嘛 所以在这个废墟当中 看到炸弹上有印度制造 这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我认为这样子 因为以色列的弹药不够 不够美国给它补给不足啊 美国给它补给不足的状况之下 他这个也要从这个印度 或其他的方面 来获得这方面的武器弹药 那可能找到了印度 可能印度这一方面 它有军火前客 可以帮印度来销售一些 这些弹药或者是这些炸弹 给另外一个第三方 就从以色列 那从军火前客 帮印度去销售一些 要找到以色列 以色列目前除了乌克兰之外 以色列目前最需要这些炮弹 这些炸弹这些火药 那这样的话 这个军火的前客 找到了印度 印度帮忙过去 印度也没有说要去卖给以色列 我认为是金火前客的事情 因为这笔生意那么好 平常的时候这些 刚好印度也要找市场 印度也要推销一些 这老批号的弹药 那刚好你有这个市场要去卖 那我就帮你终结过去 终结到以色列去了 那这些火器弹药 我们都知道吧 上面都会有批号 什么年份 然后它的这些号码续号 是空军用的 或者是海军用的 或者是陆军用的 它都有批号 然后哪一年生产 是这个样子 那批号上面就有 一爆炸的时候 上面的整个档壳 上面都还有这些 那我认为印度可以讲说 我不是在这一次的 以巴冲突的时候 给以色列 是以前的时候 就已经卖出去了 可能就被转手出去了 那印度来看 印度跟巴基斯坦 因为巴基斯坦是穆斯林 一亿七千万人是穆斯林 印度 印度是印度教为主 那这样子的话 巴基斯坦是穆斯林 我们有时候讲到 这个敌人的敌人 敌人敌人就是朋友 巴基斯坦跟这个穆斯林国家 是关系的比较好 对 那敌人敌人 以色列嘛 那敌人敌人 要变成朋友 有没有这种 有这种可能 所以印度你说 卖一些武器给以色列 我认为在逻辑上来看的话 来推敲 是有这种可能性 刚刚讲到什么宗教等等 就相当的敏感 如果说你从宗教来看待这个事情 不过现在我们看到 是一个视频的年代 各式各样的照片 影片等等 像比方说为了救人制 而现场大屠杀 那个部分现在几乎是引起了公愤 包括了美国媒体 所以在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当中 美国记者几乎是轮番开炸 轮番开炸 我建议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那个记者会的一个现场 你就知道 这件事情连美国媒体记者 自己都看不下去 太阳心全校客废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各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本网坛 做好 祈福 祈福 不 闻 动 12